今天聊國際我們要帶大家聊移民 尤其有移民問題或是說邊境問題 現在實現了2024Mation的重要關鍵題 但是呢其實以美國的整個局勢來說 移民卻是推升經濟不可或缺的關鍵 尤其移民本身就代表是勞動力 所以高正報告就說了 美國的移民強勁其實也代表了 勞動力大速快速的增長 在2024年的GDP增長 也靠著這些移民預計會增加0.3% 同時這些移民也是非常重要的稅收 還有醫療保險的關鍵 但是其實現在在美國的整個意識形態上的對抗 基本上就是希望把移民來驅逐在邊境之外 我們來看到其實在德州州長 在2023年年底的時候簽署了SB4法案 但現在最高法院拒絕介入這個爭議 這也代表說其實認可州政府是有權力執法 來驅逐移民 但是其實在美國總統的選舉來說 其實反移民的群序恐怕會變成拜登的連任包袱 而且恐怕也為美國的經濟埋下了不確定的種子 但是說到沒選這個川普他的經濟問題到底解決了沒 其實美國法官對他快樂寬恕之門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決定的決定 謝謝你 好賣放話 原本面對攪不出高額保證金 名下資產遭到拍賣的難堪局面 在紐約的知名地標川普大樓也可能被查封 現在金額下修 加上川普2021年創立的社群平臺TrueSocial 上週五股東批准合併 讓企業可以在美國上市 這可能為川普帶來30億美元 約合台幣960億 宛如天降甘霖的意外之財 不過川普的法律團隊一刻也不能鬆懈 25號紐約法庭駁回了延後他曾支付 承認騙女星封口費的刑事審判 全案將在原定的4月15號開選 封口費案是華爾街日報記者2018年揭露 川普曾在2016年總統大選前 安排支付成人片女星暴風女丹尼爾斯13萬美金 約合台幣414萬元 條件是他不能公開討論兩人在2006年的一場邂逅 報導出爐後 當時川普的律師麥克科恩 跳出來表示 是他自己掏腰包付了這筆錢 完全與川普無關 不過他後來又改口說這是川普下了指令 還開了支票給科恩償還 2018年底科恩在美國聯邦法院上認罪 包括支付封口費等競選財務違規行為 可恩在庭上證實他以川普名義向成人片女星支付封口費 主要目的就是影響當時的美國總統大選 他同時也在國會作爭 川普始終否認他和暴風女丹尼爾斯有過接觸 2018年面對記者提問 他曾經公開在鏡頭前澄清 但川普在2018年底又改口 承認他曾透過律師科恩 進行一筆10萬美金左右的償還交易 沒有說明細節 同年紐約客雜誌又爆料 川普曾看前花花公子兔女郎 麥克道格的一段風流運事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在2016年大選前四天 與川普關係良好的美國詢問報 向麥克道格支付15萬美金 約和台幣480萬元 買下他的故事版權 但從來沒做成報道 暴風女丹尼爾斯的封口費事件 讓川普從去年起面臨34項偽造商業紀錄的重罪 暴風女丹尼爾斯近期的紀錄片 在串流平台Peacock上架 詳細描述他在2018年事件曝光後 受到各種威脅騷擾 川普對封口費事件 仍堅持自己完全無罪 說這一切都是司法迫害 還強調他願意出庭作陣 下個月15號開始為期六周封口費案停審 川普也成為首位面對刑事審判的美國前總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移民問題不是只有美國獨有 包括是在澳洲或是在加拿大 現在也都希望可以針對移民的數量來進行控管 由於在加拿大最近有融入了大量的移民 連帶也讓當地的住房短缺 而且呢這個相關的房租也往上飆升 所以在2024年他們要開始設定 臨時居民的入境人數目標 而且呢希望在三年之內減掉兩成 佔比呢降到百分之五 大概是200萬人 而現在我們說的臨時居民 其實就已經來到了250萬 當中包含哪一些呢 像是外籍移工國際學生 還有申請庇護者 同樣在澳洲他們也希望針對 這些國際的留學生的數量來進行管控 因為他們也發現到國內的移民數暴增 尤其大部分除了臨時工之外 就是留學生了 所以從3月23號開始 他們要緊縮留學生的學生簽證的申請 第一個你的英文必須要考得更高分 IELTS雅思要從5.5考到6分 而且呢也要求要完成GS測試 當中你要填寫一些你為什麼要在澳洲 學習這個課程 還有為什麼呢 要選擇這些相關的特殊專長 都必須要來回答 再來同樣要搶人搶財的 還有日本 由於日本現在大缺工的年代 再加上人口老化的影響 他們瞄準的是這些外國勞工 在他們的下一代 尤其如果他們可以在日本 從小學國中高中一路讀完的話 甚至有機會在日本定居工作 就可以來資助他們 只要符合申請資格的話 一年可以增加500到1000人 而且也可以給他們獎學金 就是希望可以把他們留在日本國內 變成這些高級的勞動力 其實也可以解決掉日本國內當中 人力短缺的重要原因 再來日本除了很多人在搶財之外 對很多的外國人來說 到了日本去就是希望搶房子了 尤其現在日圓 雖然現在還是在一個相對低檔的狀況 但是很多的外國民眾 就是看準這樣的優勢 拼命的到日本搶房子購屋制產 七星環境建築新穎 日本房地產這幾年詢問度高 居住環境良好 加上長期日圓疲軟 借貸成本處於歷史最低水平 讓這幾年海外投資日房產的人 逐步增加 這幾年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以後資金潮各國這個房間 到大幅的上漲 那以日本來講它的這個匯率 日幣的匯率又一直在貶值 所以一來一往之間 在日本投資資產的這個成本 跟很多國家本國資產來比 就相對低廉許多 這也是很多投資方會搶進日本的一個關鍵 2023年上半年日本房地產 國際投資總額來到5131日元 比起去年同期的3621億日元來的高 東京房地產投資總額升到第14位 達到93億美元 數據領先紐約 巴黎 達拉斯還有倫敦 大阪則以19億美元位居第29位 其實詢問度變高很多 這是事實 只是說當然這個時間點 因為日幣匯率的影響 造成很多客戶會過於衝動 所以我們最近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客戶會不會說因為日幣而忽略了房地產的一些本質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盡量提醒 因為以日本來說的話 雖然對於外國人的限制可能沒有那麼多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包括了貸款 那另外來說 還有一些地點等等先天條件上面 可能對於外國人要去進行投資 不是那麼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提醒 如果想要換日幣去做日本不動產的投資的民眾 可能在下手之前要特別留意 就算日本央行還是升息 多年零利率政策終結 但在內外環境考量之下 仍維持日元匯率在偏弱的情況 民選回升之前 日本房市還有炒作的投資空間 但專家也表示 投資日本房地產要多做功課 地點交通還有後續管理都是關鍵 買之前一定要先想賣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是買海外 除非你變成當地人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你有一天一定會賣它 但是賣這件事情跟買是完全不一樣的 買你有錢就可以 賣你其實你要賣給誰 你的房子好不好賣 有沒有人可以幫你賣 那你的房子未來在還沒有賣之前的 中間的處理這些要誰處理 其實這個都很關鍵 日元疲軟日房正夯 看準時機進場 但下手前多點功課投資更具效率 TBS新聞電話來明台北參保報導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